嗨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的女朋友 最近我们俩刚确认关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屏幕前的你们是否和我一样 震惊到何不拢嘴呢 不过部分见过市面的网友却表示 梦想终于成真了 蕾峰终于在一起了 可就在CP粉奔走相告 磕糖磕得起劲的时候 却突然被告知 这不过是影片 剩下未来中的一个场景而已 吴磊的这番操作 也只是单纯的为影片造势 可此刻的CP粉们早已失去理智 觉得除了俩人般配之外 还是觉得俩人般配 毕竟早在剩下未来海报 拍摄花絮曝光时 大众就已经深陷累风氛围 瞅瞅这甜蜜的侧脸纱 再瞅瞅这游离的眼神 和直白的对视 真的是我们不花钱就可以看的吗 其次就是 在影片的采访花絮中 俩人更是甜蜜的不像话 面对主持人 觉得对方唱歌时 像什么小动物的问题时 张子峰毫不客气地称 吴磊唱歌像熊 又接着补充到 但很好听 一旁的吴磊听到这个答案 满是无奈的笑容 但眼睛里的宠溺 却让大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简直就是满屏的粉红泡泡呀 而关于柯CP这一点 也不能怪网友太能脑补 毕竟早在两人第一次合作影片 宠爱时 就已经拥有众多粉头了 什么甜蜜对视 相互拥抱 应有尽有 对此 有网友调侃到 像极了恋爱中的小情侣 这波在宠爱的发布会上 张子凤的话筒突然没电 一旁的吴磊迅速地 将自己的话筒递给了他 反应特别的平稳 而这波操作 不正是目光所及 全是你的写照吗 更觉得是 俩人在一起走红毯拍照时 吴磊简直就是给张子凤 提裙摆的工具人 从休息室一直提到了拍照中心 妥妥的一枚小跟班啊 除了在荧幕上甜蜜互动 俩人在生活中也是爱意满满 吴磊为了能把子凤妹妹拐到北殿 与她上同一所学校 可是在不同场合 想尽一切办法安利 先是以北殿有许多美食为诱惑 再到后来的 你来上北殿 我就送你钢铁侠的签名海报 最后甚至还直接让张子凤改变称呼 那个又前辈 我提了很多关系学习的好的意见 你叫前辈 叫师哥吧 如今 俩人的再度同窗 让广大CP粉们 体验了一把往嘴里塞糖的感觉 纷纷喊话 这是要舔死我们的节奏呀 但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却表示 能送吴磊去向往的生活吗 让他也体验一把梁静康的待遇 情绪不好 忽然 忽然心情不好 我必须砍点什么 同时作为张子凤的青梅竹马 吴磊不仅要接受家人的考核 还要饱受网友们的争议 只因为身为国民妹妹的张子凤 这几年出演了很多知名大导演的电影 而且每部收视率都很高 反观吴磊这边 近几年一直平平淡淡 热度一直不如张子凤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频频出镜的吴磊 是否刻意与张子凤吵CP 想借此来蹭热度 这当然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同样作为同心出道的吴磊 资源 样貌 演技 样样都行 而且在长歌行当中 他塑造的阿什勒损霸气勇猛 眼神中透露出解傲不驯的感觉 更是吸引了无数的路人粉丝 虽然没有张子凤的话题度高 但也是当红的流量小声 完全没有必要以此来找话题度 而且吴磊的团队 不屑于营造迎评情侣人设 网友这么说 也可以理解为是羡慕吧 毕竟青梅竹马的爱情 谁不羡慕呢 最后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好结局 也相信电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